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0日 今天我们要谈谈长达半年多的香港抗争问题 说到过去的2019年 那么在全世界来看 香港无疑是一个焦点 香港长达半年多的抗争 它证明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香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决心让人感动 第二点,也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港共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全面践踏 他们丝毫不向民众低头 他们有一股与自由世界死磕到底的惨劲 利用暴力来镇压和平集会的人士 用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 在香港大微波的杀害抗争人士 不断的造成抗争者被失踪,被死亡 最终呢,中共和港共在2019年 他们的真名的面孔被全世界都看到 全世界的各国媒体都在支持香港 各国的街头都出现了支持和声援香港游行的集会 美国出台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这个法案在参众两院几乎全票都通过 那么在全世界都支持香港的大环境下 有一个地方非常的例外 也就是据香港最近的中国大陆 它始终是世界的另一个境界 它始终是另一个世界可以看作是 不但极少支持香港的声音 更是传出对香港人的谩骂 不屑,诋毁 在国内,我们先不去说了 在海外有很多的五毛小粉红 有些是留学生从当的 他们亲自去破坏香港的民主运动 而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呢 更是到处是谩骂港独的言论 那么,我们再想想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难道中国大陆民众很满意自己的现状吗 难道中国大陆的民众真的不需要自由了吗 我们常常把大陆民众说成是什么 愚民 难道他们的智商就真的这么低了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值得好好谈谈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首先知道 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 它有两大基本因素 一个是他能够接受到的外界的信息 而另一个呢 是他对那个信息的加工分析的这个过程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再聪明 如果他没有正确的信息输进来 他满脑子接受的都是错误的信息 那他也不可能对事物有正确的认知 那么首先从这一点上 中国大陆的民众呢 从小就被灌输了错误的信息 所以长期以来对于自由这类事物呢 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尤其是香港新疆台湾这些问题 在中共所有媒体啊 他都把它叫做是港独台独江独 而中国的民众呢 他又无法独立的获取信息和真相 所以自然而然呢 他们会相信中国媒体的话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中国大陆的民众啊 很少支持香港啊 也完全不难理解 可是问题在于呢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 总归有不同的声音 有多样的意见 在中国有14亿人 虽然在中共啊 网络强制的封锁下 很多人都不明真相 但是毕竟现在不是古代 互联网它也不是完全封闭的 但还有翻墙的技术 大家可以翻墙去看互联网上的真实信息 所以说 其海量的信息啊 在互联网时代呢 它依旧可以传入中国的 本质上说 中国的互联网也没有完全跟世界给断开 这个防火墙 只是限制了中国人民 获取真相的能力 那总有人把真相传到这14亿人当中嘛 那为什么这样少 我们可以很少听到这些支持香港的声音呢 或者说中国人即使再被洗脑 他们也不可能对中国现状很满意吧 由于中共的暴政 每年中国有大量的异议人士 我们知道上访的人员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这些上访人员 难道他们对中共的现状很满意吗 难道他们不会翻墙去关注自由世界的声音吗 难道不会翻墙去了解香港问题的真相吗 这些上访人员啊 虽然说 我们说 和异议人士在14亿人中的比例不大 但毕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那么总数肯定不会少 那么这些人士可以看作是中国国内的抗争力量 和对中共不满的人士 难道他们也这么愚昧 不会相信香港问题的真相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北京的信仿军门口 人满为坏 所以说这么多的国内的异议人士 我们怎么没有听到他们的支持香港抗争的声音呢 因为他们和香港人的敌人是共同的 那就是中共啊 我们这个问题来讨论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伪科学的命题 不是他们不发声 这是错误的 而是他们发布出声音 我们知道 现在的中国互联网 它虽然说你可以去翻墙 但是 它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啊 却完全被中共所控制 我们知道 大陆所有的社交媒体 把他们微信呀 各大论坛呀 什么天涯呀 朋友圈呀 只要有人发布这样 支持香港抗争的议论 立马会被后台给审查删除封号 发布这类的言论的人呢 还会被抓捕 那我们想假设一下 抓捕是一部分人 那么更多人他在狂轰烂战发布 关键是 你一发布 他系统就会对敏感资金过滤 然后就会被屏蔽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首先从客观的层面上呢 堵住了中国大陆支持香港 抗争声音 在互联网上出现 那么同时呢 与此同时可以说 中共一方面又雇佣大量五毛水晶 对网络舆论进行扭曲的引导 这些网络雇佣水晶 以个人名义是爱国反港独 那么其实上这样一来呢 由于大量的这种言论覆盖呢 人们自然会感觉到好像 中国大陆所有民众都是反对香港 靠针对 中国大陆所有人都是愚民 中国大陆的民众啊 好像意见非常统一 因为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互联网以后啊 外界是不可能了解中国民众的一些想法的 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远在世界各国 他要了解中国大陆的名义 那首先要通过互联网 那么互联网严格管制以后 那自然这些声音都没有了 所以中共他很明白 只要把互联网管制起来 这个声音啊就不可能出现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互联网这个 如果强推翻了 那么显然 另外一片景象就会展现出来 至少在互联网上会成立两大派别 至少有支持香港的声音 和反对香港的支持抗争的声音进行对峙 所以正是因为互联网的管制 才导致我们很少听到 中国大陆支持香港抗争的 一些正能量的 正常的一些价值观的声音 实际上不是他们不存在 那么除了这个客观原因外 还有一个主观因素 这个主观因素呢 就是在中共暴政下 人人自卫的一个种自我审查 我们前面说的是客观因素 有想发声的人发不出去 那么有些人他是自己明白 也要装作糊涂 比如说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他们很可能会被上级通知 不得发这样的言论 否则他们就要丢掉饭碗 所以人首先要保证吃饭的问题 他们在这种压力下 显然不可能在微信微博上 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 而且他们可能会 因为领导的某些要求 要故意的写一些红色的爱国言论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就天天在诗上面发布这些言论 有一天我问他 我私下问他 你发表这些言论 难道你真的是不了解实情吗 因为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他们就是 于是他就说 迫不得已 你懂的 不方便说 这就说明了 人人自卫的自我审查 是非常可怕 那么实际上 不仅仅是政府工作人员 会被自我审查 会面临这种恐惧和压力 你就算是企业工作 你就算是个私营业主 他一样受到无形的管控 比如说你私营业主 如果你不宣传红色爱国的言论 那么什么工商 税务部门 他就会频频的来找你麻烦 这样的 实际上 你在全中国14亿人口当中 你都是会受到这种压力的 这是主观因素 因为这种恐惧 你不敢发生 前面我们说的是客观因素 那个互联网完全是被屏蔽 过滤掉的 完全是一个虚假的 通过技术手段 可以把你的声音给堵住 把你发出来的声音给封住 那么从主观上来说 大家已经不敢再说了 那这样的话 中共社会呢 中共控制下的这个中国社会 它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恐惧的一个社会 中共在这种社会里面 起的这种管控呢 它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丧心病狂了 以上两点 从客观和主观呢 这就是外界一直以为的 误以为 中国大陆都是渔民 百分之百都是渔民 这样的原因 实际上就是这两大因素在作用 如果没有这两大因素 那么中国社会一定会有大量的支持香港的声音出现 实际上我们也看出 中共统治人民的手段 它最强大的就是这一点 互联网的控制 和制造恐惧 我们首先从互联网控制来说呢 这个互联网本身是用来监督政府的 人类历史时代 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它可以监督到政府的一些行为 可是中共它非常聪明 它知道科技可以对自己的统治 对自己的独裁统治造成威胁 但同时呢 它如果利用好了科技呢 它反而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中共在十多年前 就建立了这个防火墙体系 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呢 江湖时代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一些民间的论坛 像一些自媒体的管理呢 还不像习近平时代那样严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江湖时代呢 或者说胡温时代呢 中共呢 好像到处都是取个群体性抗争事件 随便一个P2P的PX的事件 化工厂的抗争 环保的抗争 在网络上呢 都可以涌现出大量的热情 网络上还有大量的公知 对独裁体系的批判 以前我们叫公知在微博上 现在都没了 可如今呢 微博上都是死气沉沉 各大网络的 除了什么爱国水晶的 一些五毛言论 或者什么一些低俗的 色情的 这种小粉红的 脑残的那种网红言论 几乎其他言论都看不到 习近平时代 比胡温时代 不止退步了一个档次 这就是管控互联网的邪恶 如今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呢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中共对网络封锁 它带来的严重后果 其实它现在已经不仅仅制约了老百姓 大陆老百姓去了解真相 它不仅仅已经仅限于中国大陆的 而且中共这套管控呢 正在向全世界推广 因为外国人他利用互联网 要跟中国做生意嘛 那如果外国人在网上 用了中国人的软件 发布了什么不良的信息 他也会受到中共的打压 你可以不用我们的软件 可以不跟我们做生意呢 那前不久 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就因为一个美籍华人 那个女孩 她发表了关于新疆的一些看法 就把她封号了 这个女孩是一个美籍华人 她是个美国人 她是美国 只不过用了中共开发的软件 发布了这样的消息 她就被封号了 这说明中共对这种网络言论的审查 已经走出了这个世界 已经走出了中国大陆 已经走向了世界 那么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 再不警惕这种做法 那么这个危害 将不可无聊 将迅速蔓延 我们俗话说 打蛇要打七寸 美国虽然出台了一些法律 什么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但是中共真正的七寸在于互联网 如果能够拆除互联网 如果能够彻底的 来推翻这个互联网上的柏林墙 那么中国大地上 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民主的到来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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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